Sur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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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第一個音節 在su 我們念成s 的音 rren 兩個r 我們只發一個r 的音 念成ran 最後音節 der 我們念成der 中音節落在第二個音節 這個字我們念成surender 那 surrender 這個動詞呢 它是個動詞 本身可以當作集物 也可以當作不集物 我們中文翻成所謂的投降 或者是放棄 來 我們看看英文解釋 to give up or to give in to the power especially of an enemy 我們看一下give up 這個版場劍的片語 give up 的意思就是放棄 那give in 來這邊我們幫同學做一個整理 所謂的give in 它的中文意思 我們會把它翻成所謂的讓步 或者是投降 讓步 投降就是give in 跟give up 其實有點類似 好 所以呢 give in 這個字呢 除了可以當作讓步跟投降之外呢 它還可以當作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所謂的繳交或者是成交的意思 交進去 例如說呢 老師呢 要讓你交那個交報告了 把報告交上來 give in 或者是你可以用 hand in 也可以 所以他說呢 to give up or to give in 好 就說那個什麼呢 讓步 對誰讓步呢 來 各位要加上一個接系詞囉 表示後面接對象 你把你的東西放棄 那把這個東西 把你放棄的東西 交給哪一個對象呢 to the power 給那個所謂有權的人 或者是有力量的那個人 有力量的那一方 那個力量大過濾的那一方 especially 尤其是of an enemy 交給呢那個敵方 這enemy指的是敵人的意思 好 所以呢這個呢 英文我們就念成 surrender 中文翻成投降跟放棄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聽聽第一個例句 the soldier shouted that they would rather die than surrender to the enemy the soldier shouted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士兵 soldier 就是阿兵哥的意思 他大聲地喊叫 他喊叫什麼呢 這個that引導一個名詞子句 當作極無動詞shout 這個極無動詞的手詞 好 士兵呢 他們大聲地呐喊著 呐喊著這一件事 好 這件事情的內容是什麼呢 they would rather die they would rather die than surrender to the enemy 好 那這個邊有一個 would rather a than be 這是一個對等連接詞的片語 不要忘記了 他們would rather 後面的動詞 後面的詞類 跟then後面的詞類 必須要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對等連接詞的概念 既然是對等 所以詞類一定要放的是一樣 在這邊放的就是兩個原型動詞 因為我們知道 would 這個字 它是屬於主動詞 所以後面一定要接原型動詞 對不對 所以then後面呢 也要接原型動詞 那在這邊呢 would rather than 我們中文就翻成 寧願怎麼樣而不願 好 這邊就是 所謂的這邊的您怎麼樣 也不願怎麼樣 所以呢 他們呢 寧願死也不願意 surrender to 好 這邊呢 surrender 當作不極無動詞 對什麼人 呃 屈服或投降 借系詞 借to 所以surrender to the enemy 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意 對敵人投降 好 我們接下來聽聽最後一個例句 the robber was asked to surrender his gun the robber was asked the robber robber 則是搶匪 被要求去做這件事情 was asked to 好 那這邊呢 特別注意到 他 surrender 這邊當作極無動詞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當極無動詞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呢 他後面直接接了什麼東西呢 接了 his gun his gun 就是他的槍械 那這邊呢 它是一個名詞 當作 surrender 這個極無動詞的手詞 所以 surrender 這個字 本身可以當作不極無跟極無 我們再把這個字呢 念一遍 這個字我們念成 surrender 投降 放棄